讀過周幸彤法庭上的慷慨陳詞,即是覺得她是主控多於被告。 她的控訴不單是指向裁判官羅德全,更是在討伐香港眼下的政治荒謬。 在支聯會拒家資料案周幸彤罪名成立,但她的求情書是不求憐憫,反而是異證詞嚴地指出,法庭被他們判刑就等同懲罰守護真相的人,因為支聯會從來就不是所謂外國代理人,法庭經過16日聆訊也無法證明這個指控, 但依然可以按涉及所謂外國代理人的罪行,判處三名被告入獄。 控罪是指他們是所謂外國代理人,依法是必須交出警方殺取的資料,他們拒絕不從因此遭到刑罰。 荒謬的是,西漢整份的判詞,裁判官原來是找不到半點的事實,來證明支聯會, 就是《國安法》第43條實施細則所定義的所謂外國代理人,即是接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組織直接或間接地指示他們, 監督、控制、僱傭、補貼或資助他們,或是收受他們金錢或非金錢的報酬, 而在香港活動,或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進行活動。法庭唯一可以確認的是支聯會發起八百萬元的募捐計劃, 已公開辦六四博物館,結果收到兩萬元的外地捐款。 如果收取小額的捐款,以達成自定而公開的目標,這樣都算是所謂外國代理人的話, 警方同樣應該調查一下一個稱為所謂美國會的組織, 就曾經在2020到2021年的年度,向警察福利基金是捐款十萬元。 這樣,究竟是否將基金會和受惠人變成所謂的外國代理人呢? 更加荒謬的是,裁判官不用警方證明周幸彤等等是所謂外國代理人, 但就可以用這條罪去檢控他們。 因為他斷定警方向支聯會撒取資料的通知完全是合憲合法, 因此是無需再證明這個支聯會就是所謂外國代理人。 但問題是,他們不是外國代理人的話, 警方又怎能根據這條罪去起訴他們呢? 裁判官的解釋,這個所謂外國代理人是並無登記的制度, 要求外國政府協助調查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, 但撒取資料的要求就必須快捷有效, 才符合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,因此國安法實施細則就授權給警方, 只要取得警務處長和保安局長同意,即使目標人物和組織, 未經證實是所謂外國代理人也可以撒取資料。 既然是這樣,實施守則,為何不直接取消所謂外國代理人的限定呢? 而改為授權警方向所謂任何人都可以撒取資料呢? 裁判官看來也不滿意,毫無標準可言, 所以他就立即補充,警方即使是不能夠確證, 亦都需要符合一定的舉證門檻,而他認為門檻是不需要達到所謂合理懷疑的地步, 只求所謂合理相信這個調查目標就是外國代理人, 就符合了國安法實施細則的授權要求。 不過,合理懷疑和合理相信兩者, 到底是怎樣可以具體區別,就沒有好好地釐清過。 這個所謂合理相信的門檻,能否防止調查權力遭到濫用, 固然是一個問題。 但更大的問題是,這種方便警方調查的做法, 是否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呢? 《國安法》第43條實施細則,副表5就列明, 警務處長如果是合理地相信,向這些所謂外國代理人發出通知殺取資料, 是對於防止和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是需要的。 這樣就可以在保安局長批准之下,向某一些所謂外國代理人提出要求。 可見,殺取資料的對象是外國代理人,警方如果要向支聯會殺取資料, 就需要符合兩項條件。 一,就是證明支聯會是符合了實施細則有關所謂外國代理人的定義, 是不折不扣的。不能夠是合理地懷疑或者是合理地相信就可以。 第二,就是有理由相信拿到的資料是有助防止和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。 現在,警方是無力證明支聯會正是所謂外國代理人, 所以根本是無權索取資料,亦無權提出這個檢控。 不過,裁判官是沒有依法裁斷這個指控無效, 還要搬龍門來降低門檻,以合理相信是取代證據確鑿, 實屬是匪夷所思。 判詞既是不需要證明支聯會是這個外國代理人, 也不用衡量從該會拿到的資料怎麼會有用於調查工作。 反正裁判官認定國家安全就至上,不能夠阻礙警方殺取資料, 否則就將會打擊國安的工作。 人權皆下品唯有國安高,大概就是裁判官羅德傳要傳達的信息。 因此他判定國安法和他的實施細則, 都不能以不符合《基本法》和《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》為理由, 去提出司法的覆核。 他的判詞也隻字不提, 控罪是否抵觸了結社自由、私隱保障、不得自證有罪等等權利。 不過他似乎也不察覺到自己又有一個遺漏, 就是《國安法》第四條是清楚寫明, 維護國家安全應當是尊重和保障人權。 特區當局是依法保護根據《基本法》和兩條國際人權公約, 適用於香港的有關權利。 那麼二,裁判官的司法判斷, 無論是多麼千瘡百孔, 都不會阻礙到他判處周幸同三人是罪成入獄。 但是他或者也沒有察覺到, 以泛駁不通的司法論述是將人定罪, 最後是無法糾正的話, 就等同宣判司法機構失效, 甚至是成為了助紂違約的工具。 我是杜耀明今次的評論到此為止, 下次再會。